好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种函数 它叫处处连续 但又处处不可倒 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绝对值函数 我们知道可倒一定连续 但连续不一定可倒 那么从最经典的绝对值函数开始构造 我们构造一个处处连续 但是又处处不可倒的函数 首先呢 我们定义这个PHYX 它是这个绝对值函数 然后呢 我把它的定义限制在1和-1之间 那么它就长这样 那我们想要定义一个时数排数 使得它是全局连续 但连续不可倒 那么我们就拓展它的定义 将它拓展成一个这个周期性函数 PHYX加2等于PHYX 那么它的图像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PHYX就会长得这样子 首先我们显然的有它是连续的 这个就不正了 就显然 然后呢 同时这个不等式是成立的 那么这个不等式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如果S和T隔的比较 因为PHYS和PHYT它最多就是相隔 它们距离最多就是1 那如果S和T之间距离大于1的话 那这个不等式是显然成立的 我们只是要考虑S和T它的1 它是距离小于1的时候 那么 如果它小于1的话 它最多就是 比如说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这儿 它印过的是这样子 那这个距离一看是小于很显然 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在这儿 一个在这儿 那么它刚映射出来的函数值 对吧 这个刚好是等于1的 那这个不等式是肯定很成立的 对于时数上任意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要开始对这个绝对值函数 再做一次手术 怎么 我们是用液压机 把它先从左右往中间压 再从上往下压 就是说 我们先变Fi的4X 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压 对吧 那你这个就变得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这个 像弹簧一样被压扁了 同时我们在挤压它的这个函数值 是它这个最高点就是 3分之4 然后呢 我们再构造一个数列 一个函数数列 函数列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每一次呢 你再往下压 然后你再让它震荡的更快 再往下再 再往下再震荡的更快 对吧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构造之后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无穷极数 FX它是等于这个 是等于所有的这个函数列的无穷极数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极数它收不收敛 对吧 这个极限存不存在呢 这个F是不是量定义的呢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为什么呢 考虑到它每一个函数值 这个函数值是小于等于这个乘1吗 你这个函数值最大就是1 对吧 OK 然后呢 这是一个几何极数 几何极数收敛 对吧 我们根据我们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如果 它 如果它是这个有界的 并且它这个界线 这个界线 它这个输列 它的极数是收敛的 那么 这个 树列 它是一致收敛的 converged is uniformly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是量定义的 因为它是一致收敛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 这个东西 它是 它这个几何极数 它是收敛的 就说明 这个是一致收敛 一致收敛 同时呢 因为它每一个 每一项 它都是连续的 那么它的核 它的不分核 也是连续的 不分核 是都是连续的话 就是说 每一个数列 它都是连续的 数列的每一项 就这个 每一项 这个 n等于0到n 它的每一项 都是连续的 那么也就是说 f也是连续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极限是连续的 因为它是一致收敛 这是一致收敛 给了很多 很多很多 很好的这个性质 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要看 我们想要证的是 它不可挡 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证明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 那么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极限不存在 也就是说 我们存在一个数列 使得什么 它不等于0 它去近0 但是呢 这个极限不存在 其实 为什么能推出来这一步 就是 你将 这个有个定理 就是数据分析中的定理 就是将函数的问题 转化成数列的问题 然后你再考虑 它的这个 这个 逆命题 或者它的逆命题 对吧 就我们想要证明 这个极限不存在 那么我们只需要证明 这个就行了 就存在一个数列 使得 这个极限不存在 同时它要满足 它不等于0 且趋近于0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构造 这样一个数列 请开始 认真听 我们先选定一个实数 然后呢 再选定一个正整数 我们让delta m 等于1分之1 正负1分之1 乘4的负m次方 但是这个正负号 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它是正负号 是选定使得 4m乘x 4mx加delta m 之间是没有整数的 那么这样 是不是可不可以呢 就比如说你看 4mx这 你只要选了一个 delta m使得什么 这一部分 它是没有整数的 或者是说 这一部分 它是没有整数的 那么这是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4m乘delta m 的绝对值 它是等于1分之1 也就是说 假如 这稍微画个图吧 假如你看 假如说这有一个整数 假如这有个整数 对吧 假如它和这个整数的距离是小于1分之1的 那么 它和这个整数小于1分之1 那它这个下一个整数 它的距离 肯定是大于这个1分之1 那么就取到它们在这就行了 对吧 那另一边也是同理了 另一边也是同理了 但是呢 如果考虑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4mx 它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像7.5啊 之类这样子的 那么你取啥都行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开区间 我们并不考虑它包含的这个整数 我们不考虑这个端点 对吧 那么这是没问题的 OK 那么我们只有delta m是这么构造的 就是对于每一个x 对于每一个m我们都有一个delta m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构造了一个delta m的数列 对吧 我们已经构造了一个delta m的数列 OK 然后呢 抱歉 然后呢 我们想要正的是 我们想要正的是 这个 它会 它会什么 它会增长 就是说 当它趋近于零的时候 它是趋于无穷大的 它是趋于无穷大的 如果它趋于无穷大的话 那它肯定不能等于一个有限的数 那就它就绝对不可倒 对吧 OK 我们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 想要证明这个 那么还记得F是什么吗 F是那个无穷极数对吧 F是这个 对吧 那么你将它完整的再重新写下来 你把它直接带入进去 带入它就长这样子 那么呢 我们将这一坨叫伽玛N 我们把这一坨叫做伽玛N 那么它就是等于什么 它就是等于 这个 就是 这个就变成这样了 OK 那么这个N呢 它是这个取极限吗 对吧 我们就看 我们选定了这个M 对吧 我们就看当N大于M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当N大于M的时候 4N乘DeltaM 等于4的这个什么 N-M乘正负二分之一 这个正负二分之一无所谓了 它都会被 都会被这个4的 某一次密给消掉 对吧 4的几次方都行 都行 4的几次方 它都可以把它消掉 那么消掉之后 它就是一个偶数 它如果是一个偶数的话 我们还记得φ它是什么吗 它是φ的 x加2 等于φ 那你如果是加个偶数 你就加个2K了 那它还是等于φ 这并不影响 也就是说 它是等于它 如果它等于它的话 你再仔细看一下 γn是什么 对吧 它是这个减这个 那上面 它就变成0了 0除以DeltaN 它都是0的呀 对吧 那么γn就等于0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就可以考虑 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还没结束 我们再看 再看各种各样的 N等于什么的情况 当N是小于M的时候 那刚刚N 你直接写出来 对吧 这一步 这一步用到了什么 用到了最开始的不等式 就是φ的S 减φ的T 小于等于什么 这个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这个S减T 对吧 那它是小于等于 是它这个 这个取的 这个定义域上的 这个值的差 小于等于 那么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对吧 那它就等于什么 你这个再直接化解一下 就等于4的N字方 也就是说 当N小于M的时候 它是小于等于4的N字方 那么重头戏就是N等于M的时候 N等于M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对DM的这种奇怪的构造 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因为你刚才可能听了一头雾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构造 那么它在N等于M的时候 它就发挥上用场了 那么我们先做一个函数的差 对吧 4M的X加ΔM-4MX 这其实就是F的X加ΔM-F的X 对吧 OK 那么你做差之后 它是等于4MX加Δ1-4MX 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是等于1分之1的呢 这一步变成这个 我们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是什么 正负1分之1 4的负M 再和这个M乘一下 它就变成1了 对吧 这就只剩下这个了 那么根据我们的构造 因为它们俩之间是没有整数的 也就是说 你不可能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这里这是一个整数 你也不可能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这有个整数 你只能要么在这 要么在上坡上 要么在上坡的地方 要么就在下坡的地方 对吧 那么不管在哪个地方 你这个 对吧 你这个斜率都是1 对吧 你相差是多少 你相差是这个1分之1 你这个相差是1分之1 你这斜率又是1 斜率又是1 那这个 它的函数值的差 也就是只能是1分之1了 对吧 那就等于1分之1嘛 对吧 这没问题的 但是伽马m呢 它就是1分之1乘上 deltam 除以deltam deltam就是那个1分之1 正2分之1 4的m次方 那这个消掉了 就变成4的m次方了 对吧 也就是说 小于m的时候 它是小于4的m次方 然后呢 等于m的时候呢 它又等于m次方 也就是说伽马m 它是小于等于4的m次方的 当是这个情况的时候 对吧 是这个情况的时候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我们这个几数的讨论上 它 就变成这个有限的核了嘛 这个 对吧 有限的这个核 然后呢 我们先把首相给提出来 首相提出来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再加上剩下的相 而这个首相的时候 伽马m 它是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4的m次方的 你刚好可以和这个消掉 它又只剩下一个3的m次方了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OK 后面这一项的时候 我们首先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不等式 对吧 这个不等式 也就是说 有了它就有了它 对吧 这个绝对值的 这个展开了一下 对吧 那么 也就是说 每一个 它都大于等于 负4的m次方 那它就是大于等于 这个减这个 这个时候绝对值符号 就可以拆掉了 因为你绝对值里面的东西 这 这个肯定是大于这个 这绝对值里面都 比较大 那这个取绝对值的东西 肯定大于等于 这个不取绝对值的东西 对吧 OK 那我们再化解 这时候我们再化解一下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一个 这就是几何奇数了 对吧 OK OK 那么也就是说 经过我们那么多的 这一步 我们走到了这里 就是这 这一步 就是它是大于等于 3的m加1的时候 OK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线 我们是想要证 它是不可导的 那么先证 我们假设矛盾 假设它可导 假设它可导的话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实数 存在一个有限的实数 我们不考虑正负无穷 因为正负无穷 它不是实数 它是extended real number system 里面的元素 就是它不是real number 它是这个拓展后的实数 不是我们讨历常规的实数 那么 它区域 那就是存在一个实数 使得这个极限存在 就假设它可导 假设它可导 我们转化成数列的问题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数列 不等于0 区域0 有这个等于这个极限 对吧 OK 那么对于这个delta m呢 它肯定成立了 为什么 delta m它都不等于0 它正负1分之4的负m 4的负m 它肯定不等于0 那它肯定有趋近于0 因为你这个4的负m 它对吧 它是趋近于0的 这个很好证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delta m 对吧 当m趋近无穷 它是0 但是呢 我们看 当m趋近无穷的时候 这是趋近 它都是大于等于什么的 大于等于这个 这个东西 它是趋近无穷的 也就是说 当m趋近无穷的时候 它也是趋近无穷的 因为它比这个趋近无穷的东西要大 对吧 那么从直观上来说 我们就已经可以 你可以说它是肯定不可导的 但是呢 为了这个逻辑的完整性呢 我们还是要再证一下 强迫证嘛 OK 那么如果这个极限存在 比如说 对于任意的delta 存在一个大m趋的 对于任意小m大于大m的话 我们有这个不等式成立 你再用一下这个三角不等式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我就懒得写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大于等于这个东西的 对吧 它是 也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小于epsilon 也就是说 这一坨东西 它是小于 epsilon加l 对吧 那么 首先 我们有这个成立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选一个m趋 使得什么 我们有同时m趋大于m 我们有首先 1 是这个 2 有这个 m趋大于m 然后呢 同时 3m可以是大于 这个 这是有限的 但这个m 它是 它是趋近无穷 就是3的 它是趋近无穷的 你肯定可以超过这么 一个有限的数 对吧 你肯定可以超过这么一个有限的数 那么 如果这个成立 那么就做一下 那就说明 有这个成立 但是呢 因为2 我们有这个 但是因为1呢 我们又有这个 因为2 给了这个 但是这个呢 m大于m 这个条件呢 给了我们 这一个 其实都 都 都无所谓啊 这个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什么都无所谓 这个 对吧 因为这个n大于等于m的话 你就有 这个不等式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条件呢 又有这个不等式 就是两个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实数域呢 它是一个有序域 你这个序关系 两个实数 只能满足一种序关系 那么 它的逆命题就是它 也就是说 数学中 一个东西的命题和一个逆命题 是同时成立的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了 显然是一个矛盾了 那这矛盾是从哪儿导出来的 是从我们假设 这个极限存在 导出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 它不存在极限 在x中不存在极限 但是呢 因为一开始 我们这个x是随便选的 我们是任选一个实数x 随便选一个x 它都不可导 那也就是说 它的实数域上 都是不可导的 那么这是一个 很反直觉的 这一个例子 在当时也是震惊的数学界 这个威尔斯特拉斯 这个分析学之父 是很伟大的 谢谢你 对